来看哈萨克斯坦议会两个月联席会议季总统就职典礼20号在首都阿斯坦纳举行 原议会上议院议长托卡耶夫根据宪法宣示就任哈萨克斯坦总统 据哈总统府消息 就职仪式于当地时间20号12点在下议院举行 在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两院议员及政府官员的见证下 托卡耶夫宣示就职并从哈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别里克·伊玛舍夫手中 接过总统证书和国家权力象征物 托卡耶夫随后发表演讲说 纳扎尔巴耶夫自愿辞去国家元首职务体现出他的政治高度 作为杰出的改革家 纳扎尔巴耶夫将哈萨克斯坦建设成现代化的先进国家 托卡耶夫向纳扎尔巴耶夫授予人民英雄称号 并颁发金星勋章 托卡耶夫表示将保障纳扎尔巴耶夫执政时战略与政策的延续性 纳扎尔巴耶夫是9号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但将留任执政党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主席 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根据哈萨克斯坦宪法规定 总统辞职后应由上议院议长履行总统职务 直到举行总统大选为止 据哈通社消息 托卡耶夫1953年5月生于阿拉穆图 政治学博士 曾担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 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长 政府总理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 联合国副秘书长 哈萨克斯坦上议院议长等职务 哈萨克斯坦同留统